各位同学欢迎大家回来 接下来咱们接着聊 刚才呢我们已经确定聊到了 咱们招了一个小弟 这个小弟已经跟从咱们第一位分支 把它拆出来自己的一个分支 然后进行开发 开发到这应该是不是做代码review了 对吧 然后这是一点我们接下来应该做的 注意我在这稍微再补充那么一丁丁点 然后对于咱们 如果还有其他同事 他其实也是跟刚才动作一样 在自己的电脑上找到第一位 再从第一位给他怎么着 给他拆出来代码 给他拆出来代码 再继续做开发就行了 好了那么回来 接下来这个第二个步骤 咱们让小弟进行开发这件事做完了 接下来咱们的步骤就应该放到哪呢 做代码的review这一部分 做代码的review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比较关键 并且这也是在面试的时候 就是有些面试官也会问到你 你们公司做不做代码review啊 或谁来做呀 或怎么做呀 在这各位 就是我现在告诉你 公司做不做 应该做 谁来做 小组长就是咱们的team leader来做 那怎么做呢 那接下来我先告诉大家一个词 用什么呢 用github上面的叫prequest来实现 当然还有其他种方式 prequest 或者用 还有这个名叫什么 叫merge request 其实它指的是同一个东西 就prequest的 基于它来实现 怎么实现呢 这个要想实现 就需要再做一点配置 做一点配置啊 那做完配置才可以完成 所以接下来怎么做呢 来 先来进行配置 来 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项目 我需要先做配置来 比如说来找各位 找到settings 找到settings之后 这里边有个branches 就是咱们的分支 那注意在这 我可以再加上给它添加一个叫规则 添加规则 这个规则 这里边我就可以写上我的分支名 比如说叫第一微分支 好吧各位 第一微分支 这里边我先给它选中它 选中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对于以后谁想要把自己的代码 合并到咱们的第一微分支的时候 你就需要先什么 先做一次代码的review review完成之后 才能给它进行合并 所以相当于有一个叫什么 验证的过程 所以接下来比如选中它 这个指的其实就是需要几个人来进行review了 咱们这就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来这是就是你默认这样选上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还有一些更细利度的东西 比如说你交给这个项目的owner来做了 然后以及比如说严格的怎么着 对于这个什么呀 这个这个prequest的时候 也要做一些相关的配置 下面是还有 但是在这我们就选中它就ok了 比如说接下来我也点create 这样的话呢 就相当于各位 你看我再点一次branches 你看这就相当于有了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就意味着谁想跟第一位合并 必须得经过review 来再接下来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咱们的上面master 你想各位 这通过了 如果你还想让master再去做的话 你这也可以说合并之前也要做一次什么呀 review 但是在这我就不再给你写那么多了 直接咱们就写上是一个第一位 只是到第一位做review 好了各位 这件page做完了 做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应该让他进行合并了 合并的时候注意 是谁应该是谁找谁合并呢 想想应该是谁找谁合并 应该是小弟是不是找老大 小弟说哎呀我开发完了 我是不是应该通知一下老大 老大 那个我我我代码写完了 你帮我做做review吧 对吧是不是应该是找老大 对不对 但是这不是用嘴说的 是应该用什么 用你的程序 或者用咱们的这个流程来说话的 怎么搞 好了 那接下来注意啊 这个账号是五佩奇 这是属于领导leader 然后我还有一个账号叫配齐五 还有一个账号叫配齐五 这是配齐五这个账号 那这个账号呢 各位接下来点进去 sorry 那这个账号呢 就属于咱们的另外一个这个这个分支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在这他可以提交一个什么 提交一个pro request 比如说提交一个pro request pro request就应该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要选中啊 选中把哪个分支要合并到哪个分支 比如说咱们是应该让斗地主这个分支 是不是合并到咱们的第一微分支 各位 对吧 那你在这可以有一个标题 比如说斗地主功能 功能完成 那比如说你在这就写上一个斗地主啊 假设就写个斗地主吧 比如说下面有一些细节 比如说斗地主的功能完成 其中实现了什么功能呢 比如说一个这样的功能 一个功能一 然后功能二等等等写完了 写完之后呢 接下来你就可以 这是主意是小弟做的啊 小弟说我创建一个pro request 他只要一创建完 各位这条消息就发给谁了呢 就发给他的leader了 发给leader进行代码的review 也就是说这个功能 他就是这个节奏他已经弄完了 弄完之后到了下一步流程 那对于咱们的这个leader而言 各位注意看 leader而言 这里边就可以看到啊 比如说有个pro request 那别人在这请求 是不是进行一次pro request 对吧 所以接下来我比如说点开他 我就可以对他进行一个 比如说叫什么 叫review啊 进行review 那在review的过程中 你在这比如说 咱们一个一个来看啊 他在这有一个这样的操作 说你点他叫mergepro request 这其实就叫做合并了 合并 合并就叫做代码review 我怎么做review呢 各位你注意看这啊 叫add yourreview 比如说这就相当于我要给他做review 你在做review的时候 注意看 这就是新代码 这就是新代码 这里边就会把所有的 我这里边只修改了一个文件 如果这个斗地主功能 有十个文件啊 做了修改 那么在这就会把这十个文件 全都给我展示出来 比如说我一个一个文件看 这个文件已经看过了 下个文件也已经看过了 好了都已经看过 就表示我已经做完了review了 对吧 做完了review之后 各位注意你再回来 再回来 回来这说 我做完review了 这是在web网站上做review 当然对于leader也可以做什么呢 也可以用咱们的命令去做 那他就相当于可以怎么着呢 可以说按照这个命令 相当于把斗地主这个功能 拉到他这个leader的本地 最后他本地做代码review review完成之后 那他再给提交到dev也是可以的 那在这里边呢 咱们直接 比如说我就在网站上直接看 看完之后说 哎 我同意了 同意之后 叫merge pre-request走 这就表示我可以让你进行合并 做完review了 那接下来 比如说进行合并 来确定一下 各位走一确定 好了 各位确定完了之后 这就相当于我们把咱们斗地主的这个功能 经过了代码的review 提交到咱们的dev分支了 那接下来你比如说你看一眼咱们的dev分支 dev分支 在dev分支里边走 看到各位是不是已经有了斗地主功能了 相当于这个分支已经给他合并进去了啊 当然在这儿pro-request咱们已经把它给完成了啊 已经关闭了这个pro-request了 但是在这儿有一个提示 我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 就是当咱们把这个功能开发完 并且做完review合并完之后 它有一个提示说什么呢 功能开发完了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它给删除掉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儿有这么一个选项 你到底删与不删就完全取决于你 想删就删 如果你想让你的这个分支更简洁一点 你就可以把它给删除掉 比如说我如果在这儿给他删除掉 好了那接下来这就相当于 我已经把它给删除掉了 那接下来再回来咱们这个项目这里边 这就是咱们这里边只有这两个分支了 对吧 因为你那个功能已经写完了 好了各位 这就算咱们把这件事做完了 那做完之后啊 这就表示到了dev dev也就有最新的代码了 好了各位 这就是在这里边咱们通过代码review啊 这个整个流程 当然最后dev的代码在线上已经是最新的了 那你比如说对于咱们的小领导啊 小领导 那各位这注意啊 这是咱们的 这个什么brother 这就是小弟的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领导的啊 领导这里边是不是就在dbhot对不对 所以他在这里边还需要git 比如说pro origindev sorry 现在我看在哪个分支 在dv分支 gitpro origindev 好了那你接下来把最新的斗地主 那个功能是不是也可以给他弄进来了 对不对 弄进来之后啊 各位那相当于我们就已经把这个代码给他提交到这儿 也已经完成咱们的合并操作 各位到这儿咱们review的功能就算跟大家聊完了